啊,有人说,首先你养成了自己的习惯 然后你的习惯就会塑造你 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你显然知道睡觉太晚,吸烟,吃太多 对你来说都是不健康的 但是,有些东西你以为永远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但它们确实做到了 从恶上你打喷嚏的冲动,到窃窃私语 看似无辜的习惯 真的有危险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可能想要检视的13种习惯 在你改善生活之前 有或没有某些习惯 不要错过你无限制访问一个非常上瘾 但百分百安全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点击订阅按钮,打开通知铃声 始终关注晾生活 倒数开始 13.憋住喷嚏 尽管看起来像是无害的 但是憋住喷嚏会置以下系统于风险中 呼吸系统 血管 大脑 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 食道 打喷嚏的主要功能是排出细菌 病毒和尘埃颗粒 当你扼杀打喷嚏的机会时 你不让身体排出这些东西 不仅如此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枪管被盖住时 试图射击枪会发生什么 鼻子内部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打喷嚏的全部功能都会消失 可能会损害你的听力 增加血压 并损害你的食道 医学杂志BMJ案例报告 分享了一个34岁英国男子的报告 该男子30年没有打喷嚏 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卫生的 这样确实给了他颈部疼痛 伴随着肌肉和身体组织深处的气泡 引起的肿胀 祝你健康 12.用牙签 如果你经常使用牙签 在午餐后快速修复你的笑容 那么你会引起牙龈很大的痛苦 这就是牙医不喜欢牙签的原因 他们对法郎植无害 但牙龈处于危险之中 用牙签清洁口腔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保持口腔清洁 请使用牙线 正确的执行非常重要 因此请先学习如何使用它 然后它将成为你最好的结牙朋友 11.趴睡在枕头上 我知道这很舒服 但趴在枕头上睡觉也是非常有害的 令人高兴的是 窒息死亡并不在名单上 然而在这个位置 呼吸困难 颈部处于不自然位置 血液回圈恶化 颈椎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这不够可怕 医生警告说 你在这个位置睡觉之后 可能会产生的皱纹 很快就会变成永久性的 因此 如果你不想过早衰老 请尝试用你的背睡觉 大多数脊椎医生都认为 这是有助于你整体健康的最佳位置 11.用牙齿刻瓜子 你喜欢葵花子吗 如果是这样 你用牙齿刻开它们吗 如果你回答是 你的牙齿和胆囊可能会受到影响 种子壳的正确方法是用你的手 不要用牙齿 牙医可以透过特定的牙齿损伤识别 种子食者 有胆囊问题的人不应该吃它们 以限制摄入脂肪类食物 9.咬坚硬的东西 喜欢咬钢笔 铅笔 回纹针和其他固体物品的人 通常会有巨大的法郎质问题 因为它们会伤害牙齿 牙齿和嘴巴 这也是为什么你不应该尝试 用牙齿打开瓶子 你个傻瓜头 或咬整个坚果 冰块和棒棒糖 再说 你不想得到感染 对吧 8.推迟去洗手间 我从未做过的事 2018年6月 一名来自英国的10岁玩家 在玩了8个小时不间断的游戏之后 住院了 它的肠子和膀胱非常肿胀 医生以为它患有癌性肿瘤 所有医生都同意 你不该憋尿 如果你这样做 你可能会伤害你的肌肉 这可能导致尿道感染和便秘 那么为什么要让你的肾脏 泌尿系统和肠道处于危险之中呢 7.用热水洗头发 如果你喜欢在非常热的水中洗澡 现在是你停止这样做的时候了 首先 它会破坏你大脑的血管 并且会让你头痛和头晕 2005年 香港的一组科学家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 热水会刺激皮脂线分泌的功能 你的头发会很快变脏 6.抚摸你的脸 揉眼睛 如果你经常用手触摸你的脸 你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皮肤感染 如挫疮 泡疹等等 如果你揉眼睛 你可能会得到结膜炎 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传染病 涉及发炎 流泪 烧灼感 和胃光 好玩吗 5.经常嚼口香糖 经常咀嚼泡泡糖有几种后果 咀嚼过程刺激胃溢的产生 如果你在进食前咀嚼口香糖 你可能会出现胃炎和可能的溃疡 口香糖对牙齿也有害 随着脱异量的增加 它可以透过牙齿和牙齿填充物进食 最后 它也会影响你的记忆力 凯特摩根 Kate Morgan领导的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研究小组发现 它可以提高记忆能力 并帮你专注于需要长时间观察的任务 但它会损害短期记忆 使你不那么专注 4.躺在床上阅读 你妈妈可能多次告诉过你 她说的对 在床上阅读时 你的眼睛脊椎和颈部皮肤处于危险之中 遵循这些规则以保持安全 不要让书太靠近眼睛 不要弯曲背部或拉紧脖子 永远不要侧躺着看书 书的距离会不断变化 你的眼睛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也不要趴着看书 因为这样会伤害你的脊椎 3.舔小伤口并吹它们 当你剪伤手指时 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吹它还是舔它 早在2002年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就计算出 有600多种微生物存在于人们的口中 那里有点拥挤哦 在所有这些生物中 总是存在葡萄球菌和链球菌 伤口上的血液是它们茁壮成长的理想场所 因此你应该在伤口上涂上特殊药物 否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愈合 2.悄悄话 如果你认为没有什么比窃窃私语更无害 那你就错了 由科学家和前主唱 罗伯特·萨塔洛夫博士进行的研究表明 大多数人在窃窃私语时会落伤他们的声带 这增加了喉部微小伤害的机会 这对于需要经常说话的人来说 尤其危险 像我这样的 我喜欢危险 1.在浴室里使用手机 嘿 鲍勃 你在干嘛 这不仅仅是关于手机 报纸和书籍也是如此 这是因为坐在马桶上超过5分钟会增加静脉压力 手机特别糟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完成后不会把它留在浴室 相反 我们将它们带到我们身边 这有助于传播细菌 所有这些错误都在你的智慧手机上搭便车 哦 因此你的整体卫生和肛门都处于危险之中 福利 使用棉花棒进行鼻子的清洁 我们都听说这是错的 但是真的吗 尽管许多专家建议不要将任何东西粘在鼻子上 但有些情况下 使用棉花棒比使用手指或容易更好 如果你进行鼻整形术 只能使用棉花棒清除鼻子上的粘液 因为如果你鼻子受伤了可能会导致出血甚至更严重的损害 这将需要你的外科医生再次完成所有工作 当你需要容易洗鼻子时 你不要让它洗太深 将棉花棒浸泡在容易中并用它盖住鼻孔内侧 小心 如果你将棉花棒黏在鼻子内太远 你可能会伤到自己 只要你可以将这项工作留给专业人士 专业的擦鼻人员 你有任何想摆脱的坏习惯吗 我有这些坏习惯吗 你有这些列表中的任何习惯吗 在下面的评论中坦白吧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个影片 以帮助他们保持安全 点击订阅 持续关注亮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赞 转发 打赞 打赞